2022年3月22号 我是这个小子上醒了过来 这里有树 有山 还有龙 啊那我只能跑了啊 凶狠的东西我不惹啊 可能有人会问啊 这么危险的地方你来这干什么呢 那当然是因为我是一名游戏趣阿部组啊 为了做出更有意思的视频啊 所以我就来到这里探险了 正所谓发家是福第一步 那就是解垃圾了 解垃圾让我变得更强 一个人变强不好玩 我还叫我的好兄弟来和我一起变强 不是 你给我一耳光 我不会让你变得更强 但是来我的部落可以让你变强 我这位小队长当然要斩下自己的魄力啊 但我确实没想到 他这么小个身躯有这么大的能量 好兄弟确实非常有能量啊 衣服都还没穿上 先打了只鸡在这瞎蹦打 可我是个文秘人 刚刚捡到垃圾了 让我有力把稿子 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凿石头 凿石头就能做成斧头 让我更好的砍树 我不以为可以这样慢慢发家致富 但是 兄弟有难 我当然得帮忙 打完确实有点饿了 生活来高点吃的 不得不输啊 这恐龙肉啊 真香啊 吃饱喝足 穿上美美的新衣 我要继续捡垃圾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奋斗 人最重要的就是在失败后复盘啊 但是我这复盘之后 怎么感觉这好兄弟是在害我呀 那我可不能忍啊 人一头大鸟就往我好兄弟屋里钻啊 就你这屋是不是对我这个子高 不太友好啊 别动 前面有一条小恐龙啊 是时候展示一下我一个猎手的实力了 这是复制龙 复制龙不吃肉啊 那就没啥好怕的 别跑 我今天要给你宰了 看看这恐龙的肉 多大呀 我估计是三天不熟食盒了 哎哟 我这好兄弟终于是把大鸟打下来了 真的是双喜利猛啊 接下来该去捡垃圾了啊 我得向更美好的生活迈步 别看我现在这个只是个茅草屋啊 能偷光能取奶还能遮风当雨 前妻孤独那是够了 干这么久的活了 那也得休息一下 喝两口水啊 补补体力 我想啊 作为一个成功人士 有房子了 是不是再得搞个逮捕工夫 比如我前面这个龙啊 长个翅膀 你不在天上飞 那不就属于头快送抱吗 我一看 你这俩是小两口吧 夫妻情生的 一个倒了 另一个要过来看看是吧 还当着我的面 就当我不存在是吧 那我就把他俩一起收了 抓都抓到了啊 看你们感情这么好 那我给你们起个情侣名吧 然后问题又来了 这个龙怎么起 我还不知道 骑龙需要鞍 但是这个翼龙呢 超出了我的等级范围 不过我可以做三角龙鞍啊 三角龙你们都知道啊 有着威猛的身材和超高的防御力 如果能抓来一次也不错啊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三角龙皮糟肉厚是吧 我这弹弓打他那么久了 他愣是一点事都没有 走着还那么的稳 一般这种时候啊 得在有时慢慢打 弹药没了还能再跑啊 三角龙大哥呢 也顶不住我的软木硬炮啊 想逃跑 反攻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你想跑就跑 给我倒下 乖乖躺好啊 吃着我的果子 你就是我的恐龙啊 哎我的妈呀 这一条三角龙就是不一样啊 解垃圾都高效了不少啊 打着物格跟踢球似的 爽 哎哎哎 干嘛呀 我捡我的垃圾爱上你了吗 你身子这么大还全是两朵花吗 上了个